我手上有一份是現在救國團的現行組織的說明 那資料更新的日期是105年3月14號 那這個是由我們內政部提供所奴列的一份資料 那其中我舉例說明 救國團跟附屬組織附屬單位使用建築物改良 零有使用執照情形一表欄裡頭 團本部一處 19處的縣市團務委員會19處 13處的活動中心 9處的張老師中心 3處的學院 還有這一個三個基金會 還有一個台北學院等等這個部分 除了兩處是租用國有土地之外 那其他全部都是自有的這個房舍跟土地 有一兩處是這個部分租用國有土地 那就全部都自有房舍 那換句話說救國團的這個組織呢 他現在現有的這些資產 以大部分都是救國團自己所有 那救國團是在民國78年向內政部登記 對不對 根據人團法登記為這一個社團組織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你們送來的這一份報告 在講述救國團的一個前身 在你們的說明第二頁裡頭啊 就直接下結論說 該團非屬中國國民黨之附屬單位或附水組織 或分支機構 然後你們從民國41年3月開始講 什麼總統文告講說 這個青年工作啊 這個行政院頒布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籌組原則等等這個部分 那由蔣經國就擔任這個首任的這個主任 你們要從民國31年開始講 市長 我覺得啊 黃沙順委員早上在講說 什麼謙卑謙卑再謙卑 這個是態度啦 我們當然是對於說 即將交絕的這個政黨 或者是政府啊 我們是非常客氣 所以對於這些政策上的一些評價 我們當然是這個我們對於人的部分 我們當然會很客氣啦 但是我們對於事啊 假如是不對的事情 不符合公平正義的事情 我們絕對不會妥協 在真理面前 我相信該謙卑的是國民黨不是民進黨 為什麼內政部到現在還在護航包庇國民黨 難道我們內政部的同仁 做了這一份縮帖的時候 都不會漢年嗎 你都不會去查查看說 舊國團的前身是什麼嗎 蛤 為什麼從民國41年3月開始算呢 中國青年反過舊國團的前身是什麼 是什麼 是三清團啦 叫做中華民國三民主義青年團 在民國三十八年 在民國三十八年 1938年 就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九號在武昌成立 武昌成立之後首任的團長叫蔣中正 蔣介石 陳陳是擔任書記長 47年的時候因為 這一個捲入二十八事件解散 1947年因為捲入二十八事件解散 1947年9月 國民黨的中常會兼 中央黨團聯席會議決議 實行黨團合併統一 將三清團併入國民黨 然後三清團的成員一路 一路要登記為國民黨黨員 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下社青年部 1950年成立三清團 後來就成立所謂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所以從民國三十九年的時候 他是國民黨的附屬組織 到民國四十一年的時候 才有接了你們在講說 總統的文告國防部什麼 所以他的前身其實在四十一年